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時隔一年,Sony再次推出小手機的顏值天花板 Sony Asperia 10M5 它有些改變也有些不變 那不變的是外型一樣很美 祖傳IP65、IP68的防水防塵 一樣有用不完的電力 而這一次Sony Asperia 10M5更遵循加法原則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吧 Let's go! Sony的前身是1945年創立的東京通信研究所 成立至今已逾78年 從手機、家電、音樂、電影、遊戲皆有涉獵 是日本首區一指的跨領域大企業 那身為領導型的企業 社會責任就是率先環保愛地球 是必要的 所以這一次Sony Asperia 10M5的包裝 改為全新的環保包裝 裡面沒有任何的塑料 也不額外附任何的配件 那單純手機一支 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連塑料包裝是涵蓋Sony全產品線 我手邊的這兩款產品 包含手機跟耳機 也都是採用環保包裝材質 而且就連產品本身 它的塑料也是採用Soplus 回收再次塑料 那可以減少碳排放 真的是要給Sony一個讚 再來我們來看到外型 從Azperia 10到10M5 一個外型用了五年 老都不變 我想除了蘋果 也只有Sony敢這麼做 那這一次10M5一共推出了四種顏色 除了經典的黑與白 那特別色是薰衣草紫 以及鼠尾草綠 那四個顏色都蠻好看的 有粉嫩的青春感 同時針對這四個顏色 Sony也推出了銅色原廠寶物殼 那我個人覺得最特別的是白色的殼 它不是純白 而是帶一點水泥的灰 有粗粗的磨砂質感 那同時背後有可麗式的折疊支架 你在吃飯的時候隨手擺著就可以看 其他品牌的旗艦跟中階的質感落差很大 但是Sony Asperia的產品定位就非常清楚 每年就只出三款型號 他們採用同樣的方正設計概念 外型質感基本上是幾乎一模一樣 它的背蓋採用AG磨砂玻璃 不反光也不沾指紋 而且摸起來有一點粗粗的磨砂質感 我覺得質感很棒 中空採用塑料框 材質更輕 攜帶當然會更便利 不過目前我沒有邊框跟背蓋材質的訊息 我只知道正面是採用Victus大猩猩玻璃 在右邊是音量鍵 以及經典的側邊指紋辨識 結合開機鍵 左邊則是免工具的二合一SIM卡槽 它可以支援雙卡雙待 也可以MIXSD記憶卡擴充 上方也維持著耳機孔 如果你家裡還有比較好的耳機的話 也可以直接使用 當你玩一些FPS遊戲 比如說PUBG 如果擔心延遲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接上有線耳機 那它不論是用有線或無線的方式 都可以有不錯的音樂體驗 那像我自己是馬拉松愛好者 在聽音樂的時候 我會用真無線耳機 那它的握持感真的是非常舒服 全程握著我的手掌也不會感覺到痛 那另外它也支援LDAC 或者是以下這些高音質的解析技術 秉持著One Sony的原則 因此它也一脈相承 頂級電視Bravia的原色顯示技術 導入這個Triluminous Display for Mobile 就是可以幫你把訊號來源升頻的技術 現在很多電影都是21比9的電影格式 它的螢幕利用率會最高 上下也不會有黑邊 那另外這一次10Mb5 它的螢幕亮度也有提升 在戶外陽光下會看得更清楚 除此之外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的感受會更好 因為這一次多了立體聲的雙喇叭 聲音明顯的會比10Mb5更大聲更立體 那這個價位說真的有雙喇叭的也不多 一般品牌通常就只有旗艦機種會導入 IP65、IP68 但是Sony則是全系列防水 那你買Sony等於是買了防水機 從高階到低階 全部都維持這個傳統 已經堅持了10年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效能與續航力 10Mb5搭載台積電製造的高通S695處理器 那搭載的是8G 128G的儲存空間 那它的效能 安督度得到39萬分 效能基本上是跟去年的10Mb4相同 因為處理器其實就是同一顆 那在玩小遊戲的時候沒有負擔 我實測這個核核英雄這些小遊戲 平均幀率大致都是60fps 而且是穩定的 10Mb5的記憶體是8G 比前代更大玩小遊戲基本上是順暢 可是如果你想要玩一些大遊戲 想要跑順暢 你要預先手動把後台砍乾淨 把所有的App都關掉 再來講到續航力就是它最大的優點 真的是異常的持久 10Mb5搭載跟去年一樣的處理器 一樣大的5000mAh電池 但是它的工化又有在更優化 那再加上處理器本身也不耗電 那我用PCMark 3.0進行不間斷的測試 得到快22小時的成績 比前一代多了半小時 這個測試指的是我連續使用手機的時間 可是一般人不可能連續用22小時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使用的話 絕對可以撐到兩天以上 再來我們來講到拍照 10Mb5的拍照錄影方面 它是採用三鏡頭配置 規格分別是800萬、1200萬以及800萬 那主鏡頭這次多了OIS光學防手震 它可以支援1080p 60fps的錄影 那同時它加入了AI自動調校參數 自動HDR 那這一次帶著Model出去外面拍照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拍攝體驗很微妙 是有點不對稱的感覺 有時候預覽會覺得好像沒有拍好 可是打開相簿要發現其實拍得還不錯 那以下是這一鏡拍的一些樣張 三顆鏡頭的白平衡都可以控制很接近 那三鏡頭的拍攝範圍如下 我覺得Aspira 10Mb5的拍照體驗 比較適合定點拍攝 那細節表現其實是蠻豐富的 走的是生活紀錄風 你可以想一想構圖後再決定出手 10Mb5在拍攝實務上 可以忠實還原色彩 很清晰也很自然 那如果你碰到一些室內環境 使用日光燈管這種偏冷的環境 你在拍攝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拍攝界面 去手動調整白平衡 那正好遇到有人6顆耳鴉 超可愛 用10Mb5的優勢 就是直接給它下水拍 沒在怕的 可以直接拍到鴨子滑水 像我們這種都市小孩 沒看過鴨子滑水 就可以給它看一下 真的就只有Aspira 10Mb5 可以讓你帶去採塞水 或者是外送朋友 你突然碰到午後雷震雨 手機就是直接拿出來用了 不用收 再來是手持錄影的部分 我們這次加入了OS 各位可以看看它的防手震效果 我自己覺得是錄影蠻穩定的 很像用三軸穩定器的感覺 不過它畢竟不是旗艦定位的手機 所以你在行進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前後拉風箱的浮動對焦感 好 最後我們來做個總結 Sony Xperia 10Mb5它的特點很明顯 就是主打輕巧變息 超長續航力以及防水防塵 那相較於市面上的中階機種 都獨打平民電競 那10Mb5則是另屁吸進 專門給你其他中階沒有的 它好拿好握輕薄順手 比起過剩的效能 其實我更在意的是續航力 而且防水真的是很實用 你可以不用害怕天氣突然下雨 像最近夏天是午後雷震與浩發季節 你夾在上面導航 下雨來了 你不用急著收手機 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這支手機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謝謝 謝謝 感謝 再見